今次第三條片會拆解第二條片的問題 還會介紹特色單位我叫陳景單位 再探討一下泥水廠衍生的問題 希望幫到真正有心想買買家 今次第三條片給上條片的答案大家 如果你不知道來龍去脈 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就看第二條片 是時間四座逐一拆解 既然我認為問題來自裝飾燈 我們只要找到裝飾燈的位置就可以了 畫面上第一和第二座很容易見到 一數就數到 五個紅色箭嘴會影響到流程 問題是否這麼嚴重 影響到單位內哪個環節哪個部份 接著我用回樓書上面的平面圖 去模擬裝飾燈的位置所在 就看看第一座懷疑有問題的單位 A B D 涉及影響到位置在哪裏 A B 單位所有房間都受影響 包括兩間客房和一間主人房 由於這單位向處理圓門方向 當然都會放過 外場裝飾燈在外面 所以主人房兩邊窗都受影響 裝飾燈分配的流程包括 7、10、15、18、21、25和28 看完第二座的情況 可以這樣看 正面和45度看過的項目 就會設有裝飾燈 有三個單位受影響 分別是A B C A 單位主人房和一間客房 面向海那邊全部受影響 而 B 單位便少些 只是向著中環那邊設有裝飾燈 接著輪到C單位 整個大廳和洗手間 不知道這燈光反射在浴室 尤其近著窗的浴光 不知道會否變成另一個特色單位 裝飾燈分配的流程包括 7、10、15、18、21、25和28 接著到第三座 只有一個單位J受影響 由於是小單位 只有一幅窗 裝飾燈便在外面 涉及的層數是 7、10、15、18、21、25和28 另一個不影響到其他單位的裝飾燈 設置在升降機槽後面 最後第五座 影響的單位是AF 大家都是一號房 涉及的層數是 7、10、15、18、21、25和28 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 光線的反射或者高頻的影響 不會太大 的話 純粹是我個人的分享 你可以妨礙參考 每個人都以為水泥廠是最大空手 其實原空是周遭的運輸工具 水泥的形成必須有沙、石、骨料 部分原材料好像灰一樣很輕 一吹周圍飄 在運送途中隨時會產生畫面上的問題 那你說沙塵布是否隨時出現呢 跟著想說一下水泥廠對物業的影響 應該不需要多介紹水泥廠的位置是哪裏 對於哪座單位最大影響 答案是第二座 你估計影響有多大 我估計這個影響是長遠和不能收復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第一條片曾經說過 在露台地台的去水位 因為沙塵和其他雜物很容易令到它淤塞 由於鄰近水泥廠 沙塵一定多 而沙塵布隨時會發生 如果風向向著你的單位 會更加嚴重 如果沙塵走進去水位裡 會直接跌到低層 而低層令到它淤塞的機會更加大 所以我不會建議買低層的單位 特別是第二座 首當其衝出事一定是露台 或者工作平台的去水位 引致渡官 失去水位 當水位上升 就會流回到單位裡 我強調越低層 風險越大 又再分享下我認為 沙塵布會怎樣影響到電器 我來看樓書和模型圖 B單位冷氣壓縮機 是放置在物業的外圍 即是現在看到升降機後面 當沙塵特別多 吹向冷氣機裡面的散熱片 每一層散熱片上面 就會有一層很薄薄的 或者沙泥積住了 長延累月 影響散熱效能 護主要多給電費 千萬不要想著下雨會幫到這件事 塵、沙泥永遠走在一起 走到陰濕位 下大雨都跌不到 下雨除非好大雨才能衝走 否則就好像泥濕黏得更加實 冷氣機效能就會下降 除了沙電之外 冷氣機散熱都出現問題 長遠來說 壞的機會 次數 每頻密比其他助數多 一維修 要使用釣船 你知道租釣船多貴 結果都不是整 是整部換個新的 以下我想將沙塵布和特色單位 拉上關係 我給一個新名叫做陳景單位 在第二座二樓 平台單位叫做特色單位 但老實 你跟住在樓下鋪了陳的街 有什麼分別呢 陳同樣會降到露台外 如果在公家地方有人會跟你打掃 但你的私人花園是沒有人會跟你理 你便買一個單位回來 自己要天天去收拾 我想不到任何藉口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陳景單位 至於室外這個無邊際泳池 我不說太多 總之 逢親Open Area 我不會逗留太久 特別是 越近泥水廠 就越危險 如果我是住客 在1-5個office hour時間 基本上我不會到平台花園 因為我不想做吸塵機 我只會點對點 由單位落到地下而離開 今天水泥廠製造環境問題 跟當年在日出康城一二期的情況一樣 當年開賣日出康城一二期 是很清楚知道 傾倒垃圾 仍然會放在將軍澳賣別的堆田區 造成環保大道發出異味 是很容易理解的 當住下收樓 面對真正的環境情況 就開始作出投訴 我是理解的 但是買之前 為什麼不想清楚 買家都要負上部分責任 環保大道是出現氣味和塵土飛揚問題 在2013年 廢物處理修訂之後 堆田區只接受沒有氣味的建築廢物 那麼垃圾車途經環保大道 滲漏出來的產生異味 就得到舒緩 那麼當然塵依然都有 那麼泥水廠引至沙塵布 是造成空氣的問題 試想想 如果氣管有問題 不論大人 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 在這個地方居住 買家必須要想清楚 特別是有興趣買第二座的朋友 好了 不要說太多負面的問題 總之水泥廠一天不搬走 以上講的種種問題 在客觀的情況之下 仍然存在 如果有興趣想聽我說水泥廠幾時搬走 我會放回會員專屬頻道裏面 我承認所有新發展區都要熬 問題熬多久 怎樣熬 熬些什麼 你熬得住 或者你身邊有沒有人和你一起熬 就是上樓得怎樣看物業的價值 並不是價錢 對於整個油塘區的發展 我看法是正面的 但都要看回個別屋苑不同的特性 要釋放蔚南東岸的價值 必須要水泥廠離開 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